刪除那个工作表 然后呢 如何关闭提示 再来就说用什么方式跑刪除 全部会是最简单的 那你们其实可以试试看 3到最后那个 跟最后那个到3 但是step减1 这边大家也要改成i 两种方式都可以 因为之前也是每次都会习惯用i 然后可是就是会刪错误 那怎么办 就是给我两种解法 那再来的话就说 我们再来思考说 如果说我今天要查的 并不是只有业务 而是我要有产品别 这个 那所以呢 我要怎么办呢 如果说你有一些要变动的部分的话 你就可以把他改成 这个地方 传递参数 也就是说将来 我们再增加一个清单 那所谓清单指的就是说 我传递过来你给我一个 是A蓝 还是B蓝 还是C蓝 还是D蓝 OK 那传过来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 叫做清单 那它是一个字串 传一个字串过来 这个蓝位置是什么 你要筛选第几蓝 那第几蓝的话呢 其实就是从 这边可以看到 如果是 业务的话是第3蓝 产品 这个产品别是第4 第5 然后再来是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 第12 OK 所以会有 4种 3 4 5 12 OK 那我们就是说呢 假如说我要把它做一个修改的话 我前面有改过吗 这个清单 你可以c 感受c一下 然后呢把a拿掉 放在这边 但是要记得要串接符号 前后加空白 也就是进来的话 a2 那这边的话呢也是 把它放一个清单就可以 他以后就知道a 就是a b cd 有4种 OK 那蓝位的话呢 这边有数字 所以数字的话 我们也给他一个就是叫做蓝位好了 那以前的程式开发 他都不能用中文的 因为那时候有 那个 high buy 就是 就是有那个充码的问题 不过现在基本上是没有这个问题 OK 所以 这个地方改一下 改一下 好 接下来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然后建那个表单呢 不过建表单之前 如果我想要test一下 那我可以怎么 怎么做呢 这边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input box 那就是说这个input box 我可以填上什么 填上1234 那代表 如果1的话 那就做什么 2的话做什么 所以这里的话我再插入一个 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比如说叫做选项 那先用那个input type 代替一下 就是这边有一个x好了 x等于是 就是说让user去挑 挑什么呢 等于